课程主要是在附近 东武的程序部有开这些课程 它32个小时 但是我们只有2.5个小时 所以我把32个小时浓缩成2.5个小时来讲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刚刚请各位做问卷 就是我大概要知道一下你们最想学什么 然后我在针对你们最想学的 把我这个范例里面有的 我就把它先来讲好了 这样比较符合大家的需求 不然的话说真的要这么短时间讲 实在是有点有点不太容易 不过我还是基本上讲最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首先的话来看一下 刚刚有做一个问卷 那这个问卷主要是利用Google的 这个云端硬碟也是一个免费 它提供15Gbps 你只要一个Google账号你就可以 然后建一个Google表单 把你的问题填一填 设一个缩短的网址 所以说网址你打G1.GG就可以了 那你把你的网址贴上去 它就帮你缩短 而且还会产生QR Code 所以手机也可以去填写 QR Code 练一下 把它给大家拍一下填一下 那你们填完的东西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视觉化的结果 就比如说 我想知道的 第一个 到底 我们这一班的程度落在哪里 一看 哇 马上千千足足 百分之九十了 哇 这个我上课上这么久 从来没有看入门这么多的 大部分就是占两三成差不多 那我可能要讲非常非常慢 因为有很多东西 上课说我都以为大家都知道 后来发现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哇 讲说这不知道 那上班 很多事情你就变得要非常非常慢了 所以一件事情 可能人家已经 一下就OK了 但是你还是非得要慢慢慢慢来 所以说效率会差距还蛮大的 所以你如果你希望你不要有加班的问题 你希望很快做完 然后剩下时间 你可以悠哉的去做一些可能更重要的事情的话 或许这部分 因为现在应该理论上 上班一定会用到的软体应该就eSale 对不对 eSale应该目前 占的比重算是最大的 目前应该每个软体会超过eSale 我在想 还有哪个软体 Power Power 用一用大概就做警报而已 对不对 大部分还是用eSale比较多吧 可能看每个人工作性质不同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eSale学得好的话 其实做处理资料部分应该会快很多很多 而且处理报表 产生视觉化结果 其实都会快很多 但是要怎么做 不好意思 我再提供一些心得给各位 因为这东西其实说是难也不难 但是它能够做的 难度 其实它可以做到很多很多事情 甚至可以在上面写程式 不过我想如果以大家目前填的程度来看 程式也许我就点到为止 我就给你一个方向 然后你们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在延伸性在学习 因为我也学会了 我是觉得第一个 你时间省下很多 第二个的话 你会比较有成就感 因为你会很喜欢工作 喜欢工作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喜欢工作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从会写程式之后 真的我是非常热爱工作 因为我觉得工作太有成就感了 OK 而且感觉很多事情 本来是需要很很很大的人力物力 结果瞬间突然变不需要了 像以前我 其实我有待过工 像某高中 在士林的某高中 然后那时候当资讯人员 然后那时候教育主任就问我说 可不可以做一件事 因为那时候亲生要 来注册之前要先领制服 领制服以前又有人工 人工的话必须到大礼堂 排队还好多 然后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写个系统 这个系统就线上给家长去订购 然后订购完之后到台营去缴费 我想我试试看好了 就把那个系统做出来之后 那个教育主任下 他是下一代他说 今天怎么都没有人 以前都是人满为患 一直到下午还是闹哄哄的 结果突然都没有人 为什么 因为家长都没时间 线上都已经处理完了 用选的 选好的到台营柜台缴个费用 事情就OK了 我会觉得哇 这敢 然后教育主任 还有一点不可思议 他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到底是有什么状况 后来发现没有 然后更我是觉得 更厉害一点就是说最后的报表 我当天就直接就要交给他的报表 就最后我到底收多少钱 然后他们选哪些项目等等的 那些资料 其实以前用asss 就很快可以做出来 然后我要交给他 他还愣一下 说你确定吗 我当下就不确定 我就把它拿回来 然后我就放了三天之后再给他 他还是觉得你太快了吧 你这个OK 那这三天我能干嘛 我不知道要干嘛 所以有时候 那时候其实上班写部落格 应该是不被允许的 不过现在我现在已经不站在那里了 我上班就开始就想说我把我以前做过的事情 就是录影片 然后丢YouTube 然后写一些部落格 反正我上班也是只是整理我工作做的那些事情 到底不违反 OK 所以会有网路上 我部落格上面会有那么多文章 其实很多大一大部分都是那时候写的 我不过已经离职了 不过就是因为效率提升 那整体上我觉得差异还蛮大的 如果以现在来看 如果现在可以弄个手机APP的话 如果家长更开心的 对没有 哇你来不用你下载我们学校的APP 上面你只要输入一些资料 然后填一填填一点 OK了搞定了 对你就不需要乱配很多人民物理嘛 对不对 不过目前来看还是需要有人去引导 不过我发现学校因为资源有限 而且大部分人都不太愿意扛这个责任 对 所以 不过会不会是一个趋势 我觉得也是一个趋势 因为外部家长会 家长会等等的会也不许 所以你也势必一定要去做这些慢慢的 那因为大家程度稍微比较没有 如果是入门那我们就入门讲好了 另外大家比较想要知道就是基本函数 哇这个也OK了没关系 反正我们就慢慢就是讲速度 我讲的清楚 讲的明白让你们知道前因或果 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以色列里面的函数有250几个 那其实并不是要你们去死背 死背这些函数 而是你要了解这些函数 要怎么操作怎么使用的步骤跟方法 你如果能够理解的话 其他的函数都一样 哪怕你从来没有用过那个函数 其实你大概也可以用推的 你也可以推的出来 这个函数该如何使用 那我大概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何了解Excel里面的函数250几个 那该如何快速的全面的了解 OK 不过大家还是要去实做 透过你去实做练习 慢慢的话你可以再把这些函数 可以学会使用 那基本上Excel的效率 就会慢慢得到提升 不过当然如果你目标长远的话 还是比较推荐 可以再学更多一点 比如像什么Excel里面还有录制聚集的 有聚集这个东西 甚至还有程式VBA的东西 不过这也许可以当成是下一个阶段的目标 那OK 那大部分就是因为这个趋势 大数据分析 OK 那现在其实还蛮多这种类似 因为资料量产生的速度远远比你能想象的还多太多了 一下 那什么叫大数据 其实那个大到底多大才叫大 其实简单讲就是 人工无法 无法用人工来处理的资料量 其实我们都可以概括叫大数据的资料量 OK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的资料量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土把链钢可以完成了 那如果没有办法土把链钢完成的话 那你又不会写程式 你又不会用以色列函数 那你使得慢慢弄了 所以你可能就会有那种无力感 有没有 人家都下班了 为什么我还在这里呢 对不对 然后回去之后又有哪里酸痛哪里酸痛 因为你因为感受的时候的同根知识太久了 那如果写一个程式的话 一下就好了 完全不需要重复 OK 可以设定一个目标了 因为我 那个 OK 事先跟我联络了说 其实第一时间我还蛮开心 算是有点同理心 因为为什么 不是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第一时间 因为我太太 她的背景 就跟各位是 类似的 在医院 跟那个卫教有点关系的 OK 所以我蛮可以感同身受的 因为她每天都会跟我聊一些东西 我说OK啊 蛮简单的 但对她来说 就好像很困难的东西 好 那我又想要交 我一直想要跟她讲 但我又不错真的 对 对 所以我说 要不然我就把影片录下来 给你 你回去再慢慢看好了 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OK 因为我看到其实真的 一般人其实有另外一方面的专业 但不见得有 就是Excel这方面的专业 那当然会遇到很多 因为你专业很强 但是你这方面不强 你就被你卡在这个地方 OK 好 那 选课的东西 应该是安排的 OK OK 好 那这样来的话 我们接下来 我会先秀一些东西 大概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那因为完整课程 在推广路那边 那好像 他有一些 好像听说用你们的证可以打9 打8子还是打5公司的 我有问一下 学费 好像还有就是 因为市政府有那个人事预算 好像可以直接 你们用那个预算直接去上课 OK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需要申请 还是怎么样 那另外的话 其实这32个小子要做什么 其实就了解五大类函数 也是有里面概括可以分这五大类 我就把它分成文字资料 然后逻辑 逻辑 然后还有end over 之类的 还有纳子 纳子比较少用 然后日期时间 因为很多人算日期跟算时间 都算不出来 或者算错 不用计算机再算 这已经有工具了 所以你要懂得如何算日期 像日期天数比较简单 相差几个月 或相差几年就比较困难 那怎么样就是说 还有时间怎么算 很多人不会算时间 OK 那还有就是说 数学跟三角h 你可以把它改成统计 统计的话 大部分就是像怎么 加总sum average 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你是sum加if 就是类似像枢纽分析表 包括各位 应该有用过枢纽分析 枢纽分析表 那枢纽分析表 实际上就是帮你做sum if 加总 如果那个条件是你上面的 那个名称的话 他就帮你做加总 sum if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count if count就是算几个 if就是如果有那个存在 就帮你加一 有没有像投票一样 几票几票 投票结果也可以用枢纽分析表来做 只是说因为碍于可能会有公正性问题 不然以后用电子 电子投票的话 他其实马上开票就出来了 只是怕会有5B的问题 如果未来会不会有一天 我直接用手机app投票就好了 但可能会有隐私问 或者是一些问题发生 如果是这样 那开票就非常快速了 马上就知道了 OK 那另外还有检视与参照 什么叫检视 其实白话意思是查询 查询函数 那最常用到的 就是像VLOOKU VLOO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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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有用过 用过请举手 好 情况是这样 OK 因为这函数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会用VLOOKU 不要说你会用ECL函数 OK 因为它重要性非常高 因为每天都要用 我不知道 可能你们公众目前还用不到 也就是如果你要查资料的话 通常会用VLOOKU 来做 但VLOOKU 以外还有更重要的 就是有些用VLOOKU 查不到你要的结果的话 那有没有方式可以让你再做进一步的查询 其实就是检视与参照相关的函数 OK 好 那没关系 反正我们就按部就班来 大概是这样子 那 会有个目标 所以第一个我想今天 因为其实三十二个小时 主要有这么多目标 但是目前我们大概就把第一个目标搞定 应该就蛮厉害的 就是把那一件的250几个函数 可以大概RUN一下 其实就应该差不多 重点就是你用理解代替死背 不是叫你背下来 而是说将来你要懂得怎么用它的方法 可以触类旁通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 其实如果要找到我很简单 你Google VLOOKU 因为我姓VLOOKU VLOOKU 的关键是 第一个就可以找到我 然后第四个好像 第一个就是我的教学部轮格 第四个就是我的YouTube频道 好像第六个好像就是我的 教学论坛 因为上面有好多东西 然后也许你如果兴趣在学习的话 上面其实还蛮多资源的 在YouTube影片 我在YouTube上面放的影片数量 一般人大概几百个就算多了 几千个已经算厉害了 破万的应该很少 我在YouTube上面放了超过两万个影片 我想说这怎么做到的 上课就录影 上课就录影 每次都录影 怎么会达不到 每天都录影 每天的话 以这个数量 每天大概都可以产生 十个 二十个三十个影片 所以如果再乘上 一年 大概不可能每天 两百天好了 如果两百天乘以 一天如果产出二十个的话 那我就有四千个 四千个大概我五年就可以超过五年 四千乘五 大概五年就可以超过两万个 不过我已经做了超过十年 而且没有停止过 就做这件事情 其他当然我教学的蛮广泛的 其实只要电脑相关的东西 基本上都教过 那现在主要是教程式类的最多 所以我是怕 蛮容易教的太难的 所以因为我的学生很多都 就是大半程度 其实都还算比较高阶一点点的 那 这是我的相关资料 最早担任过程式设计师 然后之后有很多创业的经验 担任执行长工作 有五年也拿一些奖项 目前的话主要从事顾问跟教学工作 目前的话还有在学校帮忙授阅课 就是担任一些 类似志工吧 我觉得 因为学校现在终点会太低了 每日去都觉得蛮寒酸的 给那 但还是觉得不是看在前 我说你钱那么少干嘛去 不是看在前 开心就好了 而且像台师大就是我的母校 我母校叫我去 但我能说不吗 像东吴也是我的母校 对学校都开口 老师都开口了 但第一时间就好吧 就去服务一下 目前的话当然一些其他像推广 推广部 还有像企业的内训 OK 像那个什么统一人寿 统一证券 最近全球人寿 这种一堆 他们其实都非常需要这些东西 因为其实他们彼此都在竞争 所以其实竞争压力还蛮大的 那需要提高效率的方法 OK 那后面的话我就一些奖项 这些什么教学主要贡献 超人气 最佳人气 讲师 趋势前锋讲 等等的 那我的证照也是超过30张 最近又考了一张微软的证照 OK 所以其实 要从事这个行业 也要非常的好学 不但要精进 那是我的证照 那大家带一下 我的频道观看数有很多 订阅人数非常多 另外的话参考用书 我是建议可以看这一本 这本有468招 其实就是468个范例 然后针对以上里面所有的函数 它把它做成这个范例 那难度其实有一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建议你可以参考它的案例 但是不见得把它视为标准答案 因为解决一个问题 其实不一定只会有一个答案 也就是说你可以按照你习惯的方式去使用函数 做出来结果是一样的就可以了 OK 可以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 那 再来的话底下 这本 其实你就找 也是有职场函数468招 大概是这本书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回去再找找看 然后 这个就比较进阶 这个我就不太推荐了 那待会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先从最基本的好了 Excel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帮我下载那个网路上的范例档案 范例档案的话在我们云端上面 就是那个网址 g.gg 下面Excel VBA 后面三个E OK 那进来之后的话 请帮我下载这个范例档 下载方法很简单 你按右键也可以 右键有个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 它会在下方出现 把它解压缩 OK 这边把它 要不然你就把它在之下 在之下的折中显示 点压旁边箭头 然后按右键 如果你电脑跟我一样的话 有没有7-Zip 7-Zip 你就把它解压缩字尺就可以了 OK 按右键 比较快 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按右键解压 按它就解出来了 有没有范例档 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小心把它打开的话 也没关系 我是建议你可以这样拖拉到旁边 按上面这个 然后把它这样拖拉出来也可以 这样也是可以解压缩 两个方法 然后把它关闭好了 OK 里面的话 请各位 待会先帮我开第一个文字与资料函数 的文字与资料函数 办例 里面的话 我如果希望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打开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手机 这个手机号码 其实它的来源 就是后面三个栏位 所拼凑之后的结果 那必须怎么拼凑呢 09 所以前面你自己要打09 然后后面加一个11 有没有 就像这个0911 中间加1干 minus符号 然后后面的话加84 可是要3 所以你要补什么 补一个0 084 1干 007 所以你变成说 你要在这边填上刚刚的结果 当然不是叫你出入什么 09 0911 1干 084 007 如果你是用自己打的话 那你像这个 会员数都好几万 打到下半就打不完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 把这件事做完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方法不限 反正就是要解决问题 那你要思考说 在ESO里面 有哪一些函数 所以你上面有个插入函数 有哪一些类别的函数 所以你会发现类别有一个文字 文字类里面的话 有没有哪一些函数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以后的话我建议 你们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上面都会跟你讲说 这个函数是做什么呢 帮你把全形转成半形 有没有 这个壁个谱就是把半形转全形 这个的话就取得内码 有没有 甚至有一些 这串接等等的 每一个每一个 其实下方都会告诉你 有没有 这个函数的用途 还有上面是它怎么传递它的参数 也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看懂下面的讯息的话 其实每一个函数你就会知道该怎么用的 所以我们待会重点就是 如果用到 那我会教各位怎么去看懂 然后并且就这样操作 可以把最后结果给做出来 那其实这边的话 主要会用到几个函数 0 0 0 重复对不对 重复几个0 重复几个0 其实你可以找到一个叫REPT的 REPT就是重复 你只要跟它讲两个 给它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0 这个字 第二个参数是重复几次 比如说我今天 假设用这个 我假设给它什么 0的话 记得 这个0的话 如果是文字 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 如果没有加就是数字 加就是文字 OK 文字跟数字 在esl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重复几次 重复两次好了 你虽然按确定 旁边会显示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它出现00 如果我今天 假如说 希望把这个00 再串这个的话 那不就007 如果重复一个0 你就放前面 那不就OK了 第二个就是 那我怎么知道 这里面有几个字 我可以的 在旁边 用第二个函数 也是文字 找一下len 第二个函数 len 做什么呢 因为我想知道 这里面有几个字 这个 两个字 给它帮你算完两个字 那实际上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用3 前面加一个3 3减掉 后面的 有没有 几个字 打勾 那不就1 意思就是 你重复一个0 有没有 用3去减 那所以 这一题 跟各位提示 你可以用两个函数 完成 这一个题目 一个是REPT 一个是LEN 试试看 外面先玩 我各位试一下